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全国政协主席于正升 28号在北京分别会见了 阿根廷众议长胡立安多明格斯 李克强向客人介绍了 中国经济发展情况 他说 今年以来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局平稳 但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风险 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 在继续稳增长 控通胀 防风险的同时 着力推改革 促转型 会民生 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中国已确立到本世纪中叶 要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们将不懈努力 中国的发展也会为世界带来巨大机遇 李克强说 中华同为重要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 应以更具全局性和战略性的眼光 发展双边关系 推进贸易投资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 中方愿与阿方加强协调 推动中国同拉美国家关系 在更高水平上发展 多明格斯表示 阿方坚定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 希望进一步加强 两国经贸等全方位合作 推动阿中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进入新阶段 全国这些副主席万刚参加会见 感谢 阿方加强 阿方加强